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娱乐新播报,关注说到优衣库那件事,肯定还会有很多朋友记忆犹新,当时一对男女在市衣间录下一段视频被传到网上,当时很多网友都沸腾了,很快这条视频就被在网上疯传,那段时间只要提到市衣间这三个字都会暗自嘲笑,毕竟那是一件不可否认的丑闻, 然而最近类似的这种事情,似乎又重现江湖了,现在的抖音因为对视频监管不严格,经常在平台上冒出很多非正能量的视频,从前段时间的温婉,也是因为一条夜电风舞蹈,在抖音上火了,后来被曝光各种丑闻之后就被封杀了,后来抖音上就频频爆出各种不雅的视频,尺度之大令人恶心, 前段时间抖音上被曝光一件马桶门事件,这件事也是令人非常的厌恶,甚至很多人说比优衣库还难以形容,后来这条视频也被下线,这件事的主角也被怒斥 应该要封杀制止,用这种行为,炒作影响正常平台的风气,作为平台的也要反思一下,不能再让类似的视频通过,但是平台的审核机制是机器操作,难免审核的时候会遗漏这种视频, 但是遇到这种视频之后,平台也是强制下线,后来上传这条视频的发布者的账号也被封了,从这种视频被平台强烈制止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这种不雅观的作品, 后来网友总结,马桶门和优衣库这两件事的男女主角,都是为了红炒作自己